对于这种对王兵的情况呢 白方下一步最自然的招法是上马 上马F3 出子的同时攻击义武兵 那黑方呢 要想保这个义武兵的话 最好的也就是上马C6 那如果上D6保 当然不好 我们说过 这个菲利道尔防御了 你对掉之后 我这个E4比你的D6 能够更好的控制中心 所以呢 最自然的招法就是马C6 保义武兵 然后呢 接下来 白方的各种招法 有各种各样的招法 比如像C4 意大利开局 或者第4苏格兰开局 应该说呢 这个苏格兰开局呢 在现今的一些顶尖的棋手当中 也是时有出现的 但是应该说最常见的一招 是上相B5 他的意图呢 你不是上马保兵吗 我就上相 威胁你这个马 你这个C6的马 持续的 在出子的同时 持续的对这个异母兵 施加压力 这是效率比较高的一步 当然了 现在这个象呢 就算把马打掉 也不可能立刻吃回这个 吃到这个兵 比如说 黑方可以拱一下这个象 一打的话 马被干掉了 但是不能吃 一吃的话 进向一桌 马 一夺马的话 吃回这个兵 而且呢 造成白方的王动过 失去异位权力 总之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呢 我们说过这个国际象棋 直接的吃子 威胁呢 威胁比吃子更重要 也就是不怕贼偷 就怕贼垫底 那么可以不难看出呢 这个情况下 最稳固的一招 就是上兵第六 保住这个异母兵 永久的消除了这个威胁 以后什么贼偷 贼垫底的都没有了 但是大家看黑方的这个兵型 不觉得很眼熟吗 是不是很 是不是很像 菲利道尔防御的这个形状呢 那么白方 马上可以冲兵 第四 对掉这个异母兵之后 又形成了这个 一四对第六的局面 这和菲利道尔防御的弱点是非常相似的 实际上呢 这个第六这一招叫 斯坦尼斯防御 他的弱点就是 容易被强制对掉 一母兵 形成 在中心上的控制弱于对方 当然了 我们可以看一盘这样的 举一个 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种斯坦尼斯防御 他的弱点 这盘棋呢 是一个叫做塔拉什的棋手 下的 当然了 这一局呢 黑方没有立刻上这个第六 而是次序略有不同 先上一步马 然后黑方 白方短异位了 注意这个时候 吃这个兵不太好 那一出狙 一捉这个马 一下子这个兵就得回来了 而你这个马呢 这个狙 这个半开放线上 对着黑方没有异位的王 这个黑方比较危险 所以一般不敢吃 这时候他走了第六 形成这种斯坦尼斯防御 那么现在 照刚才所说的 冲兵第四 要求兑换 那么由于对中心 控制上的弱点呢 黑方不愿意交换 他就走了一步 上了一步向 向第七 那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把马打掉 对兵的话 黑方 马向攻击 E4 把这个E4给吃死了 所以不能立刻 这么这样走 他就 踏踏实呢 先上了一步 马C3 先保这个E4 然后准备 再吃这个 一步兵 对换 黑方 没有主动交换 而是上向 准备 短意 白方出居 保住 这个E5 保这个E4兵 将来呢 这个E4和E5 兑换之后 黑方 白方的这个 E4比E5 要安全一些 黑方 短意 那么这个短意 位是在 弃兵 希望 通过弃兵 能够获得一些 补偿 比如说我这有 开放线 比如双向 等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白方在这里 有通过一个 比较漫长的 战术组合 来得子的手法 把马对掉之后 向吃上来 然后对兵 兵吃 然后马吃E5 现在给马吃E5了 但是白方没有立刻吃 而是先对后 如果现在先吃的话 可以一对 那么保E5兵的两个子 必定要动一个 所以E5兵要丢 先把后一对 然后 黑方 G吃 A线的 G吃过来 那么我们一会儿看到 随着对局的进程 我们发现 这个黑方是有意 用A吃 AG吃 而不是FG吃 因为 这个G留在F线 还有用 然后呢 接下来 马吃E5 黑方向吃E4 马吃上来 马吃 那当然 现在G不能吃马了 一下来 这就僵死了 是不是 所以呢 马第3 挡住这个G的线路 那这是似乎是一个桌霜 这个马向 必丢一个 但是 黑方似乎有解招 他上 上兵 宝马 白方 冲兵拱马 然后 镜像 一僵 他想的是 如果这么一对的话 就对掉了 白方 黑方的这个棋子 就解套了 那当然 不能这样躲了 这样一躲的话 还是一样的 他的意图呢 是说 如果 白方 躲到F线的话 那么没问题 一退向 现在吃马的话 一吃回来 一闪将 把马抽回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 为什么 黑方是用 是要把这个 拘留在F线 它是有目的的 但是 他没有看到 后续 白方还有后续的招法 他用马 对了相 一对回来 似乎黑方的问题解除了 但是 镜像 捉鞠 如果单纯的躲鞠的话 这是一个捉霜 所以呢 黑方 上鞠 躲鞠的同时 保住马 但是还是 进鞠一捉 那么 不管下一步 黑方 怎么走 都是 冲C4 那么 这个鞠呢 再也 保不住这个马了 然后下一步 黑方 丢一字 只能认输 那通过这个 简短的对局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这个西班牙开局 里面的所谓这个 斯坦尼斯防御 它的弱点 那么 这种情况下呢 较好的 招数是 上马 反击这个 一五兵 一四兵 这个叫做 柏林防御 他期待着 先走 第三 期待白方 为了保兵 早先走第三 那就 这就没有将来 冲兵第四 夺取中心的招法了 那如果 白方上马 保这个一四兵的话 黑方可以进向 威胁这个马 这跟刚才 这等于跟白方的这个 思路如出一辙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局面完全对称 那如果上向上后保呢 当然也不行 这个第四就冲不起来了 如果 如果白方上第三 保的话 这种情况下 黑方可以 上第六了 因为你这个 是不是 白方这个兵呢 已经走了第三 如果你再走第四的话 就太慢了 但是 大家要注意的是 现在虽然 冲兵 夺取中心的计划 是没有了 但是要必须要防范 对方 白方索性 封闭住中心 然后从侧翼发动进攻的 这种计划 那实际上呢 这一盘对局当中 白方 正是这样 这样一种计划的一个高手 他就是斯坦尼茨 对局中就这样走的 要用C3 封死 把这个中心阁给封死 然后从将来寻求 从侧翼突破 那么由于走了第六呢 这个黑格像被堵住 他就黑方上了G6 准备出堡垒像 白方上马 他的意图是通过 这个格 然后将来进到 E3来 那么 由于白方的计划是 从侧翼突破 所以他不会给予短翼位 但是当然这里有一个技巧啊 即使是你不是想从侧翼突破的话 那么也不要急于 在这里也不应该急于去异位 因为呢 这个格子 这个F1呢 可以留给这个码的运作 将来可以省一步棋 因为如果你 短翼位了的话 这个格被G给站住了 所以呢 要想马调过来 还得先出一步G 这是一个孕子的效率问题了 下一步呢 黑方出堡垒像 然后马F1 准备到E3来 白方短翼位了 那这就给 黑方短翼位了 这就给白方呢 从侧翼突破 这个计划 提供了一个机会吧 接下来呢 白方主动退了一步向 准备将来 进马 黑方进马捉象的话 可以呢 退回去 对吧 因为 象一般情况下 在开局阶段 它是比马要好一些的 应该避免用 让对方用马对你的象 那么 下一步 黑方退马到第七 然后准备捉象 那么因为 白方这个象呢 现在已经能够 将来可以退到C2来 所以 目前也并不怕 并不怕黑方来捉 它就 跳马到E3 黑方进马捉象 向退回来 然后黑方马退到E6去 它的可能的意图 就是想 限制住这个D4 让黑方 让白方 冲不起来 但是这显然是一个 无地放始的一招了 因为白方本来也没有想 从中心打开 它的目的是从侧翼突破 H4 然后黑方退马到E7 准备防守 防守王毅 进兵 打开 准备打开H线 黑方 第五 那你现在不是没有意外吗 就争取 从中心突破 给你制造点威胁 H7G6 那在这里呢 黑方是F7G6 实际上呢 如果黑方是H7G6的话 那么 白方的计划 就可能是将来 长一位以后 从H线去进攻 但是 用F一吃的话 大家看到 从A2到G8的这条大斜线 被打开了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 白方 和斯坦尼茨的计划 就发生了变化 就不再 打算从H线 从侧翼突破 而是要从这条大斜线上去进攻 他就 把这条 这个第五兵给打开了 对开 准备将来用向 去控制 控制这条大斜线 来对黑方的王世家 一些威胁 然后 马吃上来 对马 后吃上来 进向一打皇后 先手 占领这条斜线 退皇后 后一二 准备将来 唱一位 向第七 出子 向一三 王H8 躲了一下 躲开这个 这个牵制 暂时性的躲开 但是 马上 这条斜线 黑方的这条斜线 又会 被 白方所利用 长一位 出居 他的意思是说呢 意思是防防止你下一步 冲兵第四 用这个 居 间接的 牵制一下 这个皇后 那么 后退了一下 不仅呢 这不光是为第四 做准备 还有将来 能够 这个后退回来以后呢 将来 可能会沿着 这个H线 有一些 进攻的机会 黑方走了A5 他并没有察觉到 目前的 自己的危险的处境 而是准备 发动进攻 将来 希望把这个像 给从这个 大协线上 赶开 冲兵A5 那么 白方的 战术 战术机会就出现了 第四 一吃第四 马吃第四 那如果 这种情况下呢 黑方如果 马吃第四的话 那么 马上 白方就 在H线上的杀旗 他就 这个马一吃过来 这条线 就亮开了嘛 一吃的话 进后一将 只能挡住 这就将死了 所以呢 必须是相吃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呢 相吃上来的话 马一吃 这个局面 基本上是军事 所以呢 白方 白方在这里 用了一个战术 七半子 保留这个相 而实施对 大协线上 打算通过相 对这个协线 威胁 黑方的王 黑方只能接受 用马吃 那如果 现在相立刻吃回来的话 黑方还可以这样防守 大不了把这半个子 气回去 但是 白方 这个时候 杀旗的战术组合 就出现了 将军 弃居 然后 后H1 一将 只能躲王 然后 向H6 一将 那不能退了 一退的 一闪将 将死了 只能上来 后H4 一将 那这样的话 这样垫就没用 还是将死 很不幸的 如果 上到这里来的话 也是将死 只能上到这儿来 然后 吃马一将 只能躲到这里来 那么下一步 可以冲兵将死 也可以这样 进后将死 然后 黑方就认输了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两盘立局呢 就可以看出来 初步的 介绍一下 这个西班牙开局 在这个西班牙开局 在这个西班牙开局里面呢 西班牙开局 它的意图就是通过威胁这个马 来持续对义武兵施加压力 如果这样保的话 会丧失中心 那不如上马 反攻 然后等 白方走了第三以后 再这样起来 但是 要注意 白方可能会封闭中心 从侧翼突破 那么 以后的视频里面呢 我们会陆续的 对这个西班牙开局 进行更进一步的讲解 那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